哈喽薛妮 欢迎收看这一节理财免讨 理财免讨要请先明人来跟我分享投资 或者是理财大小事 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 蛮特别的 他是一个主持人 但是呢 他在投资跟理财也非常的有一套 让我们欢迎薛妮 哈喽大家好 我过去是财经主播 那现在就是财经主持人 大家可以在各大的YT上面看到我 主持蠻多網路金融節目 然後我平常主要也會幫很多的券商 或是投信投顧主持投資理財說明會 也就是說現場這種實體的說明會這樣子 對 如果你很常看一些財經節目 應該很常看到懸疑的身影 那今天會剪懸疑來跟我們分享 為什麼他那麼喜歡投資基金 基金到底有什麼魅力 以及小職主 如果今天真的想要開始投資基金 要怎麼找到績效好的標的 如果你有興趣我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你在尋找2024的超強無腦神卡 永豐Sport卡絕對會是一個首選推薦 你見到符合條件指定行動支付 都可以享有7%的回饋 加碼5%每個月上線是300點 順利最多可以消費到6000塊 他指定行動支付包含 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Pay 以及Gami Pay 而這張秀容卡最強的地方 就是國內國外利用這些行動支付 都可以穩穩拿到7%回饋 可以堪稱是一張非常好用的無腦神卡 當然如果說已經是永豐新戶的話 其實我最激推的就是永豐大衛卡 新戶國內國外無腦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 回饋無上線 而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在核卡過後的審個月 都是可以享有加碼的 所以你現在申辦 就可以直接享有無腦3%無上線 直接到2025年 那以上這幾個都要搭配一個超好用的數位帳戶 就是永豐大戶 以及老虎和大戶等級 在30萬裡面都可以享有1.5%的活儲利率 這幾個組合絕對會是2020下半年 非常好用進可攻退可守的組合 推薦給你們 那首先我們一開始現在問一看懸疑 因為你其實很常稱自己是基金小姐姐 對基金小姐姐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反而是選擇投資基金比較多 而不是ETF 其實在我們青年級生當中 確實如你所言的 還蠻多我這樣子 大概是35到40代的年輕人 他們喜歡的可能都還是ETF 對於主動基金的了解不多 那其實我跟過去大家一樣 就是我有買過股票啊 然後我也有就是做過權證 那因為我自己當然本身就是跑 科技金融線的 所以我對於財經知識會比一般人多一些 我生活很急 然後我的步調也很急 那我現在就是又是小孩子的媽媽 然後我又要工作 那我又想要在工作或生活取得平衡 我會希望我的投資上面 不要花太多的心力 那我的基金我那時候就發現 欸我每個月就是不用幹嘛 我就是扣3000塊 扣扣扣發現 3個月之後 欸它就15%它就20%了 然後我不用去管它每天的波動 因為基金的净值一天只有一個 所以我覺得主動基金適合可能像我這樣子 你不用花太多的心力去篩選標的 然後也沒辦法接受每天的價格波動震盪 再來就是它可以讓你在 生活忙碌之餘 穩穩的睡著著覺 但前提是要選對標的選好的基金 所以我覺得基金是適合所有人 甚至是所有人 月薪3萬到月薪30萬的人 你都可以來透過主動基金 讓你的資產成長 我覺得大家最想要關注 一開始一定會想說 你看你講主動基金那麼好 那它的績效真的有辦法打敗台股嗎 很難 我喜歡說有圖有真相嘛 我剛剛說主動基金要打敗大盤不容易對不對 但是主動基金的經理人 他的工作就是什麼 找到好的標的 對然後打敗大盤 他們的目的就是我們要得到 我們講超額報酬叫Out Performance 就是我買主動基金 我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大盤 但真的可以超越大盤主動基金真的蠻少的 甚至根據統計大概只有10% 所以你要如何找到這10% 就像是你要怎麼找到這些寶藏了 今天我就來告訴各位這些寶藏 那我就從台灣人 大家喜歡定期定額的ETF 跟大家喜歡定期定額熱門的基金 我們直接用績效比給大家看好不好 我們就講最近2024年的7月定期定額 台灣人最愛的定期定額的ETF的排行榜 李勳你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什麼奧妙 其實就都是高股息 沒錯 就是台灣人現在非常非常的喜歡高股息 ETF 所以你看第一名是00878 再來是0056 像是市值型的005跟00608排名在第三跟第四名 然後第五名跟第六名 又是高股息的 00919跟00713 這個是現在等於是台灣人最熱門的 ETF排行交易戶數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些ETF如果我們定期定額下來的話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投資要怎麼樣 長期投資嘛 對那我喜歡主動基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大部分能夠超越大盤的 這些技巧很好的主動基金 他們的成立時間都很長 喔對了 代表他穿越牛熊 他經歷過的股災 他怎麼樣打也打不死 有經歷過歷史見證 對所以他經歷過歷史見證 他進職還可以一直向上 虛塞可以一直向上 那我對他就會更有信心 那事實上ETF是這幾年比較盛行的商品 除了0050跟0056之外 成立10年以上ETF真的是比較少 熱門的定期定額報酬率最好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市值型了 0050跟00660吧 大概你定期定額10年的話翻一倍 那如果比較靠近我們看三年期的話 00713也是表現比較好 其實00713這場被稱為叫做 就是低調的冠軍 對 很多人喜歡他 我相信坐過這個位置很多人應該都有 這一檔在節目中被提過很多次 很熱門 他確實是一個很適合抱著的 因為他真的就是標準的高息低波 這是在ETF的部分了 但是我其實想要特別默默的再介紹一個隱形 隱形王者 就是00757 那這稍後李訓員問我 因為我是基金小姐姐之外 我還特愛科技基金 對 那科技基金甚至很多主動的科技基金 他的績效可能都沒有這檔00757來的好 00757你報5年的話 他是124.5% 那他其實成立時間差不多就是5年為止 主要是因為ETF市場他就是比較年輕 好那看完了ETF熱門定期定額報酬率 我們要記得 你記得就是只有005跟0066080年翻一倍 如果我們看長期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是台灣人喜歡扣款的定期定額熱門的台股基金 那為什麼我選台股基金呢 因為我覺得台股基金 就在我們生活中 大家比較了解 對那台股基金我自己還會喜歡去看看持股 所以你點開持股來看 大部分基本上應該都會是你認識的公司 所以我認為台股基金非常適合你現在出街想要來踏入主動基金市場 想要來扣款的一般的新鮮人投資人 然後在這 我們只看10年這排就好了 10年200%叫什麼正常 對 知道有圖有績效 而且我要跟各位講 我我挑的叫做定期定額報酬率排行 所以你看我用主動基金定期定額跟熱門ETF定期定額的比較 就有圖有真相 然後這張大家就是一定要截圖就是寶藏 事實上這些熱門的台股基 你發現他不管是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長期定期定額下來 他的績效都是遠勝於剛剛我們講的台股熱門的前六名的ETF 因為其實我之前影片裡面有分享過基金嘛 那就會有人有一個問題是 哇都2024年怎麼了還會有人在買基金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買ETF就好了 對就是因為我喜歡他的績效是有超額報酬嘛 那第二點是說我覺得挑戰你這個人的問題 可能會認為說就是回到一個問題 大家會認為基金的費用率比較高 可是你看我們剛剛用兩張圖已經來實證了 也就是說我買ETF我可能是付零點五塊錢 他讓我賺兩塊錢 那我買基金可能要付三塊錢 但他可以讓我賺十塊錢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而且現在基金其實很多平台都是零手續費的 沒有錯 然後你看到的所有的禁止報酬率 都是已經含內扣手續費在裡面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再另外多付錢 申購贖回都是不用手續費的 我覺得主要是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雖然ETF很好 但ETF他就是追蹤指數 然後ETF他比較沒有辦法去彈性調整 大多就是一年換兩次 可是主動基金的經理人 他是每一天都在尋找有潛力的 然後還被低估的股票 所以對我來說主動基金的三大好處 當然就是他的持股分散正點跟ETF一樣 但是他操作靈活 然後他可以買下各種市場 那有些人就會問說 你之前分享很多很好的基金 基效都是屬於科技基金嗎 那要怎麼樣去選 以及我們要怎麼樣進場跟出場 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我選科技基金 然後並且長報 就是我的科技基金的策略其實是扮演後 所以你問我就是有沒有停歷出場的策略的話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說科技基金 他的優勢以及所有人都可以的原因 是因為科技的趨勢的發展 他不會因為貨幣政策 他不會因為今天美國誰當了總統而改變 就是你一定會一直往前的 像未來可能我們是直接眼前會有屏幕 然後或者說這個AI的東西 會around在我們生活周遭 所以科技的趨勢 他不會因為總體經濟的環境而改變 所以當你抱著這樣不可逆的趨勢 你就會知道 你是參與這樣子生產力循環的成長 所以科技他的前景是一定很往前的 所以這是我這麼愛科技基金的原因 因為我可以相信像我小孩現在很小 他們就是一個兩歲一個五歲 那到他們12歲跟15歲的時候 也許世界已經改變了 但是科技基金我還是會抱著 因為經理人會幫我去更換 最熱門現在最夯的 我們講2000年打看泡沫的時候 那時候什麼思科Cisco他後來對 那現在已經不復健了 那或是你講AVIDIA 他以前也沒有在排行那麼前面 所以說一定是會輪替 但是你買基金 經理人就會幫你篩選 永遠擁抱那個時代最好的 前失命的好公司 前失命的產業 那停歷點我會認為看每個人 就是說一般人最少如果就是你很開心 就是有賺到錢的感覺 我一開始買也是15%我就很開心了 對然後我就有輸回 但是我的輸回方式不會全部輸回 其實現在很多平台都很好 像是聚恆他會直接幫你 就是你可以直接算好 你要輸回多少錢 對也就是我們本金還留在裡面 然後我可以一直輸 我賺的那15%出來 但是我會很建議大家 如果你沒有繼續用錢的需求的話 我們就繼續在裡面 讓他持續的付利 那或者說輸回來的錢 你可以再去扣別檔基金 這叫做基金養基金的策略 那因為你剛剛一直說 你的科技的基金其實績效不錯 你願意透露一下 就是你可能那麼長期持有的話 你那個績效大概會落在多少 績效如果說我們移就是現在一個 蠻多人持有的 然後我自己部位也很大 那可以看我的書裡面有誰 連我都打書 因為我第一本書是我靠科技基金 四年資產翻三倍 那本書當中有不斷的提到 一檔科技基金 因為我們就不多足置入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做功課 其實挑基金的過程當中是很有趣的 那這檔基金的話它十年是600% 所以你就知道科技這個長期的趨勢 是不會改變 那其實我們剛剛挑了這些台股的基金 像我也知道李勳有蠻激盪 其實它蠻多也都是聚焦在 台灣的電子科技產業 所以科技電子 它就是一個你一定要擁有的標的 你就是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去擁抱它 然後去參與整個背後的 我們說總體經濟 生產力循環向上這樣的過程 在於你自己的配置上面 你是只會選科技基金嗎 還是你還會做其他的資產配置 我會做其他的資產配置 就是我也會教大家一個方式 就是停立之後錢要去放哪邊呢 我個人也會很喜歡 或是說我認為如果你心臟沒有這麼大顆 因為說真的科技股的波動蠻大的 然後我自己的科技基金也是 我自己科技基金曾經可以在帳面上是-50 但它也可以是漲50% 所以這樣科技股的背後的風險就是它的波動會比較大 所以你可能心臟比較大顆 那你會覺得比較折磨 如果你沒有辦法承受這樣折磨的人 你也可以去買一個叫做平衡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它就是有股又有債 那經理人會根據當下的市況來調整股債配置的比例 過去我們過去兩年都是在高通膨高利率的環境 其實這時候是股債是同向的 比較難展現出平衡型基金的優勢 可是我覺得當市場波動加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債可以有保護的作用 所以我帳面上可能之前下跌的時候 我們講8月15股債的時候 就是其他股票型基金可能它都是跌的比較慘 大概有跌到10%-15%這樣 但是平衡基金它可能就是財-2或是-3 所以你心臟比較小顆的 但是你又想要參與整個市場成長 你又不要只買債 因為你覺得債不會漲 在這個時間長期來看債券是不會漲的 因為要看到像這一兩年這麼大的轉折 是過去30年難見 所以債券以前被認為是固定收益商品 不會有人把它拿來做資本利的 所以長期來說債券它是一個下檔保護的作用 那平衡基金裡面債的部位就可以幫你做防禦 那平衡型基金因為有債嘛 有債它是不是就會配息給我 它就是我的固定收益商品的來源 所以呢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說像我之前就是每次我就會停歷停歷 然後可能一次就是放10萬放10萬 放到平衡基金 然後呢它大概在總部位100萬的時候 看匯率應該是用美元啦 6000到7000 但6000到7000我是不是就可以再扣兩檔主動基金 母子基金的概念 對對對我自己做母子基金的概念 但是我的部位比較大要100萬嘛 那我就是說它等於幫我把鎖利鎖在那邊 但因為它是平衡期基金它不是存債 所以它是有股的部分 它還是會漲 它的漲幅會比存債券還來得多 然後它給我的固定收益 又可以讓我直接去再扣兩檔主動基金 所以我就說它叫做以息養股 然後這個戶頭呢 它就是我的退休金 我就讓它一直養大 然後當我這些股票部位呢 用10萬10萬 我就會再回去買平衡基金 所以平衡基金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它的息就會越來越多 我就可以再繼續去扣股票基金 就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組合 這是小配包 對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讓你把錢養大的方式 那因為其實我們前面有講到 你有說平衡型有可能還是會配息嘛 那像是現在配息的類型有很多 像是不管是基金或者是ETF 高股息ETF 那你會覺得哪一種類型的配息 你會比較喜歡 對 因為就是我們剛剛看是不是 熱門的定期定額ETF 大家都又喜歡 高股息 對 就是六檔 然後只有通四檔都高股息 所以我的第二本書呢 就是有教大家怎麼用高股息ETF 搭配主動基金 就是講真的小孩子才做選擇嘛 然後很多人可能還是會覺得 對我來說買ETF比較方便 他們覺得比較方便 是因為他覺得用手機下單 這件事比較方便 因為說真的基金你要去開基金戶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比較有挑戰性的事情 他會比較有成就感 然後他可以帶給你的回報 可能也會比較多 這句話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對 然後呢就是 所以說高股息ETF的來源呢 它是什麼 它的來源第一個就是資本利得 然後再來就是股票給你的股息 然後現在後面還有一些是 收益平準金嘛 那但是呢 它可能要做到穩配息 不是這麼的容易 那因為我剛提到 我自己息的方式 就是已經從平衡型基金來 可是如果很多年輕人 你還是想要用高股息ETF 覺得有領現金流的感覺 就是小確幸 但是我會一直覺得說 大家真的實際去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你本金不大的時候 真的很小 是真的沒有感覺 就是那個小確幸 可能去買 因為50來都不夠的 你還想到還要被扣10塊 就更少了 對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建議 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說 這是在我書中幫大家想的方式 我很希望大家一定要撥一點錢 去扣款主動基金 因為它是比較有爆發性的 所以你看我就直接講 如果你是月薪才3萬的人 就真的不要去買高股息ETF 因為可能會就是真的很小 對 因為你的本金就真的不夠大 然後呢 如果4萬塊的話 你一個月就是用6000塊 就可以去扣兩檔主動基金嘛 那高股息ETF呢 我那時候算這個的時候 大概平均價位都還是一張是2萬嘛 對 所以我會認為說 就是撥1萬塊去放在這邊 那為什麼還是建議大家 可以買高股息ETF呢 因為高股息ETF呢 它長期下來的波動 還是比整個股票或是市值型的少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帶給你現金流 但是我強調的是 領到所有的席都一定要回去再買 這樣才可以增加張數 累積張數 對 就是真的不要花掉 因為也花不掉就很少 所以如果你都是在同樣在這個證券戶 然後你領到席也是在裡面的話 就是一樣再把它回去再買 這才是真的是達到這個現金流時刻給你的作用 因為我覺得大家如果都還有本業收入 你就不需要去花掉這個現金流 是為了自己長遠的打算 那你可以如果是月薪5萬塊的話 你就是一樣是扣主動基金 然後一樣是買高股息ETF一張 我這邊可以舉一個分享一個小經驗 就是可能聽到這邊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就會有人問我說 基金小姐姐 但是大家都說要買ETF啊 然後你又說買主動基金好 我就跟他說那你都去買看看 就是我們以前就是 我還在上班的時候 就舒嬅師的妹妹喔 然後我就說好 他就說好 然後我就幫他設定寫定了 結果他就扣了0050 然後他也去扣剛剛某一檔的台股基金 我兩個都讓他去扣 然後他一個月呢 他就各扣3000塊 然後他都扣了三個月之後 他就跑過來說 我不要扣0050了 我要繼續扣你那個基金 賺比較多 這是真人真事 也就是說你實際去參與了 如果你永遠都不開始的話 你只是在旁邊看 你永遠不下去游泳的話 你永遠學不會游泳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只要你現在願意開始 然後願意去嘗試 然後選對好的標的 比較下來 你就知道哪一個比較適合自己 那基金他就是一天只會有一個禁止 一天只會有一個價格 那ETF就是波動比較大 那我也有跟大家 也有人問過我說 那我怎麼知道一天F 他扣是扣在哪個錢 一天有很多個價位 對 其實就是這陣子不知道 這是個謎 所以我只能回頭再看 那通常都會是那天的比較平均中的價位 因為他是先把你的錢圈存起來 然後很多人排隊在買 你可能是第幾個定期定人扣款 才會扣到你 所以你比較沒有辦法去保證 是扣在什麼價位 有人蠻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他問過我 我會說那你就很適合去買基金 因為基金一天只會有一個價格 你就不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今天被扣多少錢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表格的話就是 3萬塊就是6000元 就只買一檔 去放大你的 對我覺得就是選一檔吧 就是選一檔 先去放大你的資產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就每個月定期定額 你就扣6000 對試試看 對試試看一定要先開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在投資上面想太多 我覺得想都是問題 做的才是答案 就是你在想的時候 其實你會不知道 我要選什麼 我要選哪 但其實你在資金很少的時候 你剛開始投資 我覺得反而是好事 因為你可以用很少的資金去試錯 對 你不用等到真的賠了大錢 那你就很後悔 資金很小的時候 你要想的事情 反而是怎麼樣去放大你的資金 去放大你的本金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 高股息 或是主動式基金要怎麼選 其實剛剛那個表格 我覺得可以讓你有一個很好的參考 就是你可以都買 然後它的比例 可能自己可以調配一下 對 然後你買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取捨 或是你就是你真的覺得說 我的個性很適合主動基金 雖然它波動比較大 但它真的是讓我有比較漂亮的獲利 所以你可以增加你的扣款金額 就是變成可能扣9000 然後不一定要多選別檔 如果你真的很愛這檔 這檔帶給你的就很不錯了 然後你就可以加碼扣它就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它波動好大 你心上沒辦法負荷 高股息比較適合你 你真的發現高股息比較適合你 然後小小的現金流 你也可以接受 那你就去扣高股息ETF 3000很多人一定會跟我說很少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絕對不要忽視負利的效果跟威力 每個月投入3000的時間負利效果 你看喔如果像是5年的話 本金18萬 報酬率6% 其實6%大概大約就是0050 大概就是0050 對 然後8%跟10%的話 科技股或主動基金 都有辦法是辦得到的 你看喔如果你是5年喔 本來18萬你放在報酬率10% 就直接變57.9萬了 不要小看3000的威力15年下來 你最後是會變成225萬 對 所以真的是不要只是看著 然後想著 但是卻不開始起身去做